前面就是看Logo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前景的这条字带 确定上逢的方向之后,我们开始拿银柱 目前银柱来讲的话,会有两条金色,一条银柱,一条银柱,到我们先中,银柱的开始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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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放在後方兩幅的位置 先設隧道 大概起材往前推 用桌子的內障 這時候來講,不管穿到哪一個位置 這個順是我們就是 來插礁這邊 那一般來講 這邊要就是 要進來 這邊 這邊就往推推 然後我們內障的 部,讓它順了之後 基本上插礁這裡 就可以順便 帶入 它會成一個風箭的 那現在我們從 風箭的幅度內側 先做 插銷聽位 然後這邊有兩個 我們先 內側這個位置 抱上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帶稍微踩一下 然後手 一速扶起來 往前推 基本上就起來了 然後這時候 那這時候 腳步並 插銷朝上 好的 外穿,外上 不要從裡面 從外面 好 這邊要注意 要在外側 再來就是 弧度過去之後 不用再推了 呈現一個下水的狀態 那 從另外一側 鋪定 鋪定之後 我們在這個 鋪住的內側 拉住 不用拉 固定就好 往回推 推到它正常的位置 再往後 拉銷 拉銷 那這時候 我們要 扣扣 這邊 可以 扣在上方的 鋪定上 它的鋪定度才會比較好 基本上 搭設好的時候 其實你的帳篷位置 假如有固定的話 你的裝備就可以進來 因為這樣的高度 進出 會比較方便 我們假設有兩個人的話 就是拿黃色跟黃色 扣上去 那一個人的話 我們就會重視高的 會 扣扣 鋪住 外側這邊 在這個 製帶裡面 會有一個魔鬼站 那一般我們 魔鬼站建議 會是在 中間會輸出 因為它的樣子 會比較漂亮 那一般 我們在 包的時候 是建議 手 伸進來 這樣去黏 相對它的鋪住 跟紅線 就會在鋪住上 也不會 因為你翻開的話 像這樣扯 你知道這邊 會容易受傷 所以建議 會是在下方 做操作 然後後面這裡 也會有一個 一樣手 就是在下方操作 不要翻起來 這樣翻的話 這邊容易會受傷 這樣就可以了 後面這邊 特封的兩個 黑色的 在這邊 然後下方 可以給我們 可以加密 好 這一下就是 之外上的營墟 那時候我們建議 會出風 左側的出風 航空套 好 開 出風 開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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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翔 讓鑽 鑽 鑽 大位就好 好 好 在這裡 拉椒 然後 那我們現在要下釘了 釘子會去持肢 好 那我們可以將釘子先 放在它要下釘的位置 好,我们就从本体这边下釘 下釘的时候我们必须拉绳 塑胶件会在上面 然后这里下釘 下釘好之后 我们这边扣起来 为了让帐篷更挺的话 这边先下拉 再拉紧,这边就会紧 所以这里的下釘不需要拉太大力 这样就可以 我们下完的时候要到对角 进去往外拉 再来对方 再来对方 再来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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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先放後面的梳霜 下釘的時候發現塑膠件朝下 因為這樣沒辦法扣 就表示我們這邊有中反 所以當下不用急 就是拔出來旋轉到平整 然後插銷再進去 這樣我們的扣就可以扣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來下釘 然後扣線 扣上一手補助的手拉 這樣就好了 來,這時候這是前釘 當我們下釘是下右邊外側 這邊是要開釘所以下右側 好,三角 讓它撐這一層 三角 然後再出一層 好,剛剛我們下釘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那假設我們搭車完了,想要讓我們的行李有空間 就準備兩個音柱 兩條繩子,還有兩隻丁子 把我們下去撐起來 照你想要的高度,會有調整 像我這樣高就要760,調整要高一點 這樣子是170,那讓我們這樣進位之後,就往外45度加進 好,這樣就搭車完了 你也可以這樣開門 只是說,你也可以這樣開門 先不要進去,你也可以用到便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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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